上礼拜我们已经教各位贴图了 有贴图的感觉跟没有贴图的感觉是差很多的 但是像上礼拜那样的贴图只是贴一个影像而已 材质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凹凸也可以做得出来 但今天我们要先做的一个是 上礼拜我们的贴图是 一个图就贴到整个立方体上面 那这样子整个立方体都是同一个图 有时候你并不想要这样 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说 我这一面是这个颜色 另外一面是另外一个颜色 那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类似魔术方块的东西 那或者是小孩玩了积木每一面有不同颜色 你要怎么做 这时候要用这个材质索引 那我们看一下材质索引怎么做 好那材质索引呢 原则上直接看画面 这里我们进入blender之后呢 你进到这个 这个叫material材质 那material和texture texture是花纹 这是圈圈是material 然后方块是texture 那材质就是颜色啊之类的那种东西 然后花纹的话就是那个凹凸啊 或贴图啊 好那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按加号去新增材质 那你就会看到OK 我每加一个它就多一个 加完之后你还可以设定它的颜色 设定完之后 你把每一个面 其中某一个面选取来 按Assign 它的颜色就会变成你指定的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指定三个面分别为红绿蓝 然后这样子按下F12 你就会看到红绿蓝出现 稍微打一下光 那个蓝色就会比较出现的明显一点 按F12成像就可以了 这个叫MaterialIndex 就是材质索引 我们试一次 我先重开一下 这边我们有这个立方体 现在它是灰色 它是灰色的 它是灰色的 好 那我们先把它呢 的材质 这边选起来 那一开始呢 我们这边如果你 直接 直接选 你可以选说 OK 我变 变绿色 那你就会发现 整个立方体都变绿色 那这样并没有办法做到 分开 每一面都不同颜色的功能 这时候你也可以按这边的加 你按这个加之后 它会再新增一个材质 那这时候你在新增的材质之后呢 OK 那这里是有名字 你可以命名 你可以选颜色 所以说我这个把它选成蓝色 好 那你就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材质 那这种材质 你都可以给名字的 比如说我给blue 就是蓝色 那这样比较好记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再按new 这次你就把它选成红色 我选的有点粉红 好 那这个红色我就选red 那当然这个绿色我就给它grin好 好 这样子我们就有红绿蓝三种颜色 但是你看到现在的立方体 它还是绿色的 还是绿色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先进编辑模式 好 进到编辑模式呢 我选这个面 我先全取消 选一个面 好 这时候我 我选这个蓝色 然后按assign 那你会发现这个面已经变成蓝色了 我再选另外一个面 我按红色 然后按assign 这个面就变红色了 那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 有一个是蓝 一个是红 那另外呢 都是绿 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多绿的话呢 你可以 可以再找其他的面 再给它做assign ok 这样子就ok 那假设我这面也要蓝色 再按assign 好 那你这样就得到一个彩色的地方体 几乎每一个面都不同颜色 好 那我们可以 可以按一下f12 看一下成像 你会发现这面很暗 所以其实虽然它是绿色 看起来是黑色 那一个办法是加环境光 加环境光 然后呢 0.2 好 这样子看起来就 那个颜色就很明显 那另外一些方法是 直接加灯光 先离开边际模式 然后shift d 加个一两盏灯 好 这样子也ok 那它的那个光线会比较不像环境光 那么均匀 那感觉会比较有立体感一点 好 所以请各位去试试看这个 材质索引 为你的物件 加上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 来试试看